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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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這位老師 我自己在台大教學發展中心 今天中午我跟校長報告過 就是說我們在台大教育發展中心 我們這過去十年 其實花很多力氣在提升台大的教學 那我很幸運 其實我是最近這三年才去的 在那之前其實整個中心的文化都已經建立好 那我那時候看到我們那些長官 像台大教務長現在的教廣也是以前的主任 整個中心的宗旨就是說 把感動帶給老師 因為台大的老師是很難改變的 你強迫逼他 這個之前有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李士誠李校長他接任校長以後 有一次他碰到那個前校長孫正 孫正校長後來去接國防部部長 然後李校長就問孫正 孫校長說你去國防部怎麼樣 然後那個孫正說 國防部真的太輕鬆了 因為他說他在國防部只要管幾個五星上將就好 在台大要管兩千多個五星上將 很難管 所以他們之前這個在教育發展他的做法就是說 要改變學校教學只能透過感動 讓老師覺得他真心想要自己想要改變 用逼的用強迫的都沒有用 那過去十年台大就是這樣子走過來的 那很多人以前也都覺得說台大教學不肯改變 但是這十年下來台大教學改變很大 所以也是這個事情讓我覺得我很有信心 我覺得 我們大家很多人都覺得說台灣的教育跟 教育現場不是那麼容易改變 但是我覺得 就像灰塵 好像一步一步在做 我覺得 我們是有機會改變 然後今天看到這麼多老師 我覺得更有信心 我們是有機會做改變的 好 謝謝各位老師 這位老師的 其實他說出來是很多老師的心聲 這十七年來 我也是一個人孤軍奮戰 我中間遭遇非常多的挫折 甚至是羞辱 沒有人知道 現在大家看到我非常有自信 有信心 有信心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這十七年來 我流過的眼淚 是大家沒有看到的 我怎麼樣一步一步堅持自己的理想 去對抗台灣 我認為是一個有問題的填鴉式教育 這裡面有太多太多的心酸 所以我只是沒有把這十七年來的心酸 我被家長公開在家長會面前羞辱我 我那時候只想要遞辭成 我這麼認真的付出在教書 只因為我不把學生的成績 當作是唯一的標準 我不用任何強迫的手段 一直壓迫學生讀書 學校老師同事的質疑 甚至是一種壓力 他要加諸在我身上 但是我都撐過來了 十七年 所以 我講到這個 老師我完全能夠體會你的感受 我今天為什麼要走出來 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各自分散的力量 我們讓它變成一個散的力量 讓它擴大 講心酸 每個人都有心酸 那我們好不容易走過來 我們就不應該再走回頭路 所以老師我完全能夠體諒你的心情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學員 教練 學員 教練 教練 老師 有認識一下 她的老師嗎 對 對不對 好 剛剛我想說 對 剛剛來介紹 對 我現在給大家幾分鐘 坐下這套上 好 你覺得她是個小人 不是 那是有些心 有些心 好 好 那我們給榮上的評論 一個提問的問題 然後在這個60秒 互相介紹的時候 我們用榮上的偷看 好 榮上來 請評論 各位現場的老師 大家好 教師節快樂 我是一件事主菜 要用餐一號的評論 老師都可以用餐一號的評論 在外教室的評論 一號的視訊評論 好 那我們試試看 有效果後面的老師 是叫做指示的意義 欸 不簡單 就要有指的手 這個指示的就是 我們配音的數據 最快的黑音 不知道他會想找出的黑音 大家先進去 好 可見 老師做的對 所以我希望能夠 是一眼 我們再來一次喔 好 立正好 好 立正好 對一張 立正老師你看他 他肯定的 Gurn out對不對 來 老師也給你兩聲 來 老師 來 老師 來 在場各位老師 大家好 教師節快樂 我是一位国小的即任导师 那距离叶丞教授的那种大学生 以及张辉成老师的那种中山女高的高中生 其实是蛮有距离的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在暑假的时候 看完那四个影片 我心里感动万分 只是想说到了新的班级我要怎么去做 那也有大部分是属于自己自我摸索 也不晓得到底这样做 可不可以达到高效益的学习成果 那么张辉成老师的那一本青春第二课 我也非常大胆的买了全班一人一本 我自己掏腰包 我让他们看 那在这一本的执行上 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是国小五年级而已 很想要达到像张辉成老师那样 可以让他们想两个题目 我觉得实施起来蛮有困难的 那么不晓得说 辉成老师可不可以再给一些建议 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年纪这么小 可是我又想要先给他一些东西 让他有不一样的思考 不一样的见解 就是关于青春第二课 我想在国小五年级实施的话 可能可以有什么策略 但目前我所使用的方法 大概仅只能于 请他共读完之后 在本子上标记一些 他认为有感觉的 觉得不错的句子 或者是段落 那如果自己有一些额外的想法 可以另外再写在页面上 这是我目前所做的 可是我真的好想要做到 像张辉成老师那样子 学生这样应用在文章里面 如此动人的美妙 以上这是我的提问 那我想要额外再补充一下是 今天是教师节 我回首我过去 那么多老师 可是我突然发现 哦天啊 我竟然不知道 哪一个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虽然今天我是一个老师 可是我突然间感觉不到 求学过程中 曾经哪一个老师 成为了我的贵人 于是我自我警惕 哦我不能这样 我要让 跟我结缘的孩子 有一天 回想起来的时候 不会像我这样遗憾 找不到哪一个老师 是他的贵人 所以我一定要 用尽全力的去成为 我的孩子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这是我对我自己 教师节的自我期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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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为我们 宇辰老师 那我刚好谢谢你 因为我现在手上 一位老师 在过队提出问题了 那个问题是 呃 请问老师 新增计计课 在阅读晚间 我这样就说 我们可以让他自身改成200次的重温 请问你 你也是在日常上完成吗 如果是学生文化 在日常完成 不从宇宙的方法 是可以回答 这是我们 董瑞俊老师的 你的提问 那董瑞老师 等一下 等到 学生会有多少 可以再来 跟说话 那请问一下 董瑞老师 要问一件女神老师 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 这边有问题 这边有问题 好 来 各位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在想 如果我以后在指导学生的时候 然后学生就是 不想做这份作业 像叶老师刚刚有说 他请各组学生设计一个题目 然后我就在想说 会不会有学生他不想设计 然后就跟大部分或是全班的同学假说 我们就设计简单一点就好了 然后大家就是 成绩大概都很高 或是都第一名这样 如果碰到这种 教学效益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积极的学生 那我们该怎么处理 谢谢 谢谢 细细讲师的回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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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那个老师提到一个老师的贵人 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念国中的时候 是念云林的一个乡下的国中 叫包中国中 我因为第一年级的时候当班长 我们家里很穷嘛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 那我的性格很奇怪 我喜欢百括 我就把那个钱拿来买礼物 送给喜欢的女学生 当作生日礼物 而且还好几个 后来那个班费要缴回去的时候 他就亏空公款了 那我就发现事情不对 我就做了 那时候年纪很小嘛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把剩下的钱捐款捐到 捐到到哪里啊 就到台中 为什么到台中呢 因为我姐姐 她就在台中念中学嘛 半工半读 那种夜间的职校 那我又不好意思去找她 所以我就去把那个剩下的钱啊 就住在台中 某一个饭店住了两天 第三天就没有钱可以住饭店 所以我生平第一次流浪街头 在乌日的那个街上 我就在那边游荡游荡 我找到一台小货车 小货车后面 就是那种有那个布帆嘛 帆布啊 我可以躲在里面睡 好不容易熬到了大概十二点多 我说累了可以进去睡觉 那时候是夏天 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第一个 里面温度应该有四十度啊 第二个 里面全部都是蚊子 我就在里面一直叮叮叮叮叮到 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就在那边游荡 就游荡到天亮 我后来发现 我又没有钱 又没有东西 我只好去投靠我姐 投靠我姐之后呢 我姐就叫我回家了 我回家之后 我的爸爸其实他非常的生气 但他怕又骂我 我又离家出走 后来我的父亲就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灰晨 难道一个人的人格 就只值那几块钱吗 那我眼泪就掉下来 我其实也不是坏意嘛 我只是摆过 我也不是把那个钱拿来 花在我身上 后来有一天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那个私日历的时候 看到后面我爸写了几个字 灰晨离家出走 几月几日报案 我那时候都好想哭喔 我的父亲这么辛苦 但是我却一直让他 做让他伤心的事情 我回到学校之后 学校马上做了一个处置 我不想要再回到学校 因为觉得很丢脸嘛 下一集就被降转到第二班 第二班就是 以前都很能力分班嘛 我到第二班 我根本就不用念书 都是第一名嘛 那老师我觉得很妙 那个英文老师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 What time is it? 他都要念成What time is it? 然后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后来我因为都是第一名 到了国二下学期之后 我又回到了第一班 那我那个老师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老师 因为那时候在做股票嘛 他只要股票大涨的时候 他就喝得醉醺醺醺的来上课 那如果股票大跌的时候呢 他就进来飞快地讲了一体数学 然后马上考试 那我们都不会就被打 那我就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老师 一个我完全没办法相信的事实 就我们在自喜的时候 他很开心嘛 他就不上课 然后他就 我的前面是一个女生 他就把手伸进去 就在我的面前喔 从他的后面伸进来摸他的胸部 我那时候在后面 我又刚转回来 我就心里面 那时候当然还不知道 to be or not to be 因为我很想把他的手抓开 但是我要冒非常大的风险 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那个事情对我大击太大了 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就问一下 我们以前的国中老师 说这个老师怎么了 他说那后来喝醉酒 发生车祸死掉了 我回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然后这就是我生命中 第一个最感谢的老师 因为那时候 我的英文已经烂掉了嘛 我都要念成我台美训嘛 那他觉得我这样不行 他就每天中午的时候 叫我赶快吃完饭 每天中午喔 他在吃饭 然后他叫我在他旁边看英文 然后他告诉我 我要读什么读什么 然后他边吃饭边教我 他这样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对我 我跟上了那个班的程度 我后来读大学的时候 还特别去他的家里去拜访他 因为他是第一个用心 用他额外的时间 在关心我照顾我 我一辈子都感谢他 我觉得我之所以当老师 就是让我看到坏的榜样长怎样 好的榜样长怎样 我要怎样对待我的学生 我的父亲 他也一直希望 我能够成为一个老师 因为他觉得老师 是可以用心 用身体力行 用你自己的 这种善的意念去教他们 老师讲得好像很感伤 又要回到来讲很正经的 刚刚楼上那个老师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建议是 我的看法是国小生不太适合青春第二课 青春第二课比较适合是国中生 高中生为什么还在看青春第二课 因为国中老师没教 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 他应该每一年都应该有一本 所以国小五年级 应该 你去找一本 适合国小五年级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在《学师打教学》社群里面 刘文尚老师 他有推荐过一本 适合国小学生的 上课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操作 他里面有介绍成语的故事 简单的错别字 就是一些基础能力的训练 再加上一点点写作的训练 他就有一个完整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可能 比较适合国小的学生 还有如果你都找不到 那你就自己去编一本 我有讲编一本的原则 就是不一定要量太大 你就慢慢你找到好文章 或者适合国小的 这样更适合 刚刚那个在网路上问的问题 他说如果学生没有办法 再两百个字写出来 还有我有另外一份讲义 我现在还在操作 我把所有怎么样缩写成两百字 以及两百字怎么样转变 根据题目可以改变各式各样 像变形金刚一样的方式 我讲义都做好了 我现在再操作一下 我觉得OK我就会上传 那如果各位想知道 我就在家里自己录影 他就把它上传 就告诉大家怎么做 课堂上能不能完成 可以的 而且一堂课可以最少完成一折 最多可以完成两折 所以你在高中的时候 或是在国中的时候 你每个礼拜只要给他写一折 他会越来越快 快到他后来只要看到 他就知道哪些重点 一开始非常慢 一开始大概一节课 只能缩写两百个字 他慢慢越来越快 他会从里面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缩写的能力 感觉一下王毅嘉的文字的表达的能力 然后转折的能力 连接的能力 他会完整出来 那他缩写出来的东西 本身就比较有一个样子 老师要做的事情 不是写评语 而是帮他调整 告诉他哪些地方逻辑不通 哪些地方的连接词不够好 哪些地方逻辑有问题 你这样慢慢调整 他大概三次五次 他就会越来越厉害 他甚至可以离开那本书 他在电视上看到的例子 自己从别的书里面看到的 或者是新闻里头 都可以变成例子 那是一套方法 不是一定都要从青春第二课里面出来 这是我简单的回答 我可能 那个青春第二课 我可能 虽然我不是教作文的 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跟老师应该参考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同样的一个教学 同样的一个素材 其实 老师学生上面 可以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 那灰城老师在高中 是用那个 在教这个学生怎么做作文 但是我觉得小学生 事实上还是有机会 可以用那样的书 但是可能是培养他 不同的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这本书 如果他说每个 一百个 这些 这个世界的 一些成功的人 他们都是 每个都是在一千字左右 那其实 老师 比如说小学五年级 也是很适合训练小朋友 去找资料 延伸阅读 好 我们可以 让他读了这一篇以后 那让他们说 欸 这某某人的文章读完了以后 让我们大家再去做些 对他更深入的research 我想就是说 其实 同样的素材 就看老师你的教学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用同样的素材 但是可以 达到不同的效果 我想说 可以参考看看 那 刚才老师提到的那个问题 我可以回应一下 我觉得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那个关键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 你觉得 学生还是会用应付的方式 在面对这样的问题跟课题 那我想我在做老师 我其实 我可能 有一件事情我还蛮在意的 就是说 我自己认为 我跟学生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 角度 基础上 在这个 面对彼此 我在做任何的教学改变 我觉得这是老师的一个责任 也是一个义务 就是说 我们要跟学生做很深深刻的沟通 我的基率课 其实像我们在台湾电视基率课 每个学期有五个不同的班 我每个学期的第一个堂课 我都有 三个小时会讲很深刻 讲说我这堂课 我这门课 跟别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 我为什么这样子做 我这样做 对你的帮助是什么 我要帮你建立 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 为什么对你未来很重要 帮学生建立东西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 过去 可能就是有时候 当老师会有一些傲慢 但是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做一些 新的不一样的教法的时候 老师要很重要 是不能有这样的傲慢 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 心里面就跟学生讲 我就知道这个是对你好的 你就听我 照我这样做就对 这样的话 学生是不会买帐的 所以我的建议 所以通常经过我 非常肯切 花很多时间 跟他们沟通 说明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那这样做 跟别人的班很不一样 但是我 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认为会对你很好 这种作弊的事情 不会出现 甚至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那个系统 曾经 有 不同的学生 找到某一个后门 他们可以看到 后面的这个 从那里面 可以看到所有的 解答 别人设计题目 他们要提供解答 他们就赶快 第一时间跟我讲 老师老师 你那个时候有个后门 可能有人会跑进来 而且不止一个 主跟我讲 但是他们后来 他们都没有作弊 OK 因为他们跟我讲也有 但是他们答对的 题目数量也没有比较高 然后 我是有做一个 比较夸张的事情 我第一个学习 家庭写结束的时候 他们确定留下来 我就叫他们签一个 宣誓书 然后我们全班就开始讲 我某某某 事以至成 以运动家精神的方度 真的 其实因为我觉得 教学生做得很重要 我跟他讲很多 一些 我就说比如说 我说你们看到一些 一些 比如说很有钱的人 那 那 他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那难道你觉得 他觉得自己有钱 沾沾自喜 你会觉得他这个很了不起吗 他们都说不会 那我说那你干嘛作弊呢 对不对 你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 拿到那个分数 那你分数就算很高 那你真的很得意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 那你跟那个 那些 那些 不是靠自己努力 赚钱的人不是一样吗 所以 学生你就慢慢 建立他一个品位 他们后来就觉得 他不屑做这种事情 我想 这就是另外一个 教学生做人做事 的道理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 充分的跟学生沟通 说为什么你要做一个 跟别的老师很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